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柬埔寨詐騙集團 以及返運人口 已經成為了很多人 十分之關心的事 香港 台灣 大陸 甚至乎東南亞 掀起 很大的風浪 這次香港也有受害人 原來 香港之前曾經有一個香港人 去到泰國 他曾經逃了出來 但是因為 訂不到這個防疫酒店 就被他上機 回不到香港 結果最後就被黑幫抓回 現在更加賣了去緬甸 這件事我昨晚聽到傑仔說 我也很生氣 但是當時我們節目都錄了 我覺得傑仔出了算了 今天我們當然要評論這件事 香港政府真的害死人 我覺得整個 防疫政策根本就害了很多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這些緊急情況 而航空公司 當然 如果那個人死了 你們航空公司也是有責任 當然 責任當然最大的 當然是香港政府 因為他們 航空公司也是辦事 做事 不過 我覺得他如果是緊急情況 他們應該就即時 求助 這些 駐泰國的機構 又或者 向機場的警察 求助 為什麼最後會被抓回呢 我們詳細看看新聞 然後再作分析評論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831的集會 倫敦警方通知就要提早 5點至8點 記得時間不是6至9 改了做5點至8點 退早了一個小時 當然可能 5點大家未必趕得回去 但盡量時間 時間就是5點開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最近也一樣 因為 因為我們 有一節叫做西港的前世今生 也跟大家說了 那裏當時 是本身做的 賭場的 網絡賭博 主要是騙大陸人 後來因為沒有大陸人的關係 因為大陸封城 全部大陸人都不准出國 澳門也不准去 何況去柬埔寨 柬埔寨也不方向有好東西 除非你告訴我 我在那邊有大生意 提供所有證據 他才會讓你出去 柬埔寨 那裏建設了那麼多 那麼究竟怎麼辦呢 所有的設備 我們也說了 當地人 全部都是一窩蜂去買地 買起樓 打算做得中國人生意大轉權腳 誰知道 一夜之間 整個西港變成了死城 那些人要還錢給銀行 要供樓 怎麼辦呢 唯有參與詐騙 黑幫看了這個時間 利用那個地方的大量空子單位 用來做起詐騙 最初也是欺騙大陸人 後來 就不夠了 大陸因為你出不了警 騙不到大陸人去做詐騙 即是電話騙案 就轉移向香港 澳門 台灣人下手 當然還在馬拉 新加坡 馬拉當然是容易欺騙過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人公告 馬拉 在越南 泰國等地 找一些懂得說廣東話 中文的華僑 成為了他們 去做這些詐騙 從事詐騙電話的 賣豬仔 即是賣豬仔 香港 我們最近也看到不少了 例如有人 做一些中間人 把這些人賣給 柬埔寨 或者賣去東南亞 總之 任何人告訴你 有高薪的 不用特殊技能 人工高 好像說不出工作內容 甚至說得出工作內容也沒有用 實際上去到也不是那回事 結果 詐騙集團騙了一些香港人 其中 有一個被困緬甸的港人D先生 他到了泰國之後 一直是得到自由 立即買機票回香港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訂到檢疫酒店 就被他登機 他的老爸 就說了 曾經報警和找衛生署求助 但一直都沒有回音 幾天之後 兒子終於 被這些人捉回 現在在緬甸被禁錮 他對港府的做法感到失望 錯失了救他兒子的機會 昨天 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 就出來被人質疑了 他說還沒有掌握相關情況 你們也不做事 最少 有幾個港人被人禁錮在緬甸的電騙營區 主要就是打電話 去騙那些 順風速遞 入境處 就是詐騙電話 這是電話騙案 這位D先生的爸爸就向記者說 兒子誤信了網上招聘廣告 被高薪包機票食宿吸引了 在沒有跟他父母說的情況之下 7月 隻身就去泰國 不過到步之後 不是馬上被集團帶走的 沒多久 開始感到後悔 買機票打算回來 他說事前 已經 完成了COVID-19測試 但是當地 機場職員表示他還沒有預約香港的檢疫酒店 所以不能上飛機 他本身 這位D先生的家屬 報警 亦打到衛生署求助 希望儲方可以批出他面 協助他回香港 再作檢疫安排 但是衛生署的這些案件要交給警方處理 結果當然沒有人理解他 而他滯留在泰國幾天之後 被人拐回去 被人捉回去一個電騙營區 他說 兒子在滯留期間成功預約 檢疫酒店很困難 對政府部門沒有允許兒子上機感到失望 如果當天他上了飛機 現在已經安全了 他說 擔心兒子會賣去其他地方 例如KK園區 如果賣去到那裏 就可能 要被人活摘器官 不過 在賣去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步驟 就是打電話回香港勒索贖金 保安局副局長卓孝葉 見記者 他說已經成立了跨部門小組處理 目前 沒有辦法掌握這位失蹤人士的資料 他表示 海外港人 如果是現正安全 就要由正常途徑 預訂檢疫酒店回港 這些是不是想害死人 現在據說 香港有20個去了東南亞這些騙局 據說有12人聯絡到的 其實其中有8個人就說聯絡不到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 留意開這些事 因為 現在經濟很差 差到怎樣 到處都不好 不論是香港 澳門 澳門更加嚴重 因為大陸的經濟不好 沒人去澳門倒 香港也沒有人來旅行 東南亞也一樣 其實整個東南亞都死了 柬埔寨首當其衝 大家可以聽說 我那次講西港的前世金生 你就會知道 為甚麼當地人 其實是會跟 綁匪或者詐騙集團 或者人蛇集團 跟他同流撼的 原因就是 他們 甚至乎是充當看守 幫你盯著這些豬仔 不讓他走 原因就是 他要靠這些豬仔翻身 不然的話 他欠了銀行的 債就永遠還不了 現在 現在 我們也一直 知道 東南亞很多這些電話詐騙集團 他們以往是騙大陸人 全部都是騙大陸人過去的 所以 他就打給你入境處 又或者香港的不知甚麼處 用普通話打給你 廣東話就沒有 因為他 請不到廣東人 最近他們在香港做了 做法 未必純粹是 詐騙電話 因為詐騙電話未必可以騙到錢 最好 他們覺得 必要時就把你們下去賣器官 活摘器官 賣器官 不少錢的 大家要知道 中氣集團 中氣集團在大陸 可能不敢 做得那麼張揚 現在 反而在海外發揚光大 但是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民族企業來的 因為 只有中國人才會做這樣的事 外國人不會做那麼無良的事 騙自己的同胞 去到那裏又割器官 又逼他 又要勒索 又要禁錮 這些事 基本上 只有中國人才能做得出 現在 其實 不單止在這個地方 泰國 緬甸 遼國 柬埔寨 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整個東南亞 都是這類的 詐騙集團 因為 現在最重要的是經濟差 一個COVID 使得整個東南亞 首當其衝 很多人失業 變成 聽到有些人用高薪去聘請 可以去其他地方工作的 很多人 可能他也不理得那麼多 我們看到台灣的新聞 有則新聞就是有兩個年輕人 要上飛機去柬埔寨 被警察攔著 勸他們不要上飛機 結果 沒有辦法 他們堅持去打給他家人 家人 反而就說 讓他們去歷練一下 這些東西 你也說得對的 歷練 還歷練 但是 未必能回來的 如果有命回來了 他就叫做歷練 如果無法回來 你就叫做跟他永別 所以 這件事引起軒然大波 其實 如果作為泰國政府 如果作為 正路一點的 其實柬埔寨也不是正路國家 這個國家 基本上上下都貪污 那個首相洪心 本身就是赤簡 後來半變 然後 跟越南借兵 他自己做掌權 現在他打算把 權力 把首相的位置交給他的兒子 因為他供了兒子去西點軍校讀書 現在西點軍校畢業 將來就是加天下的 柬埔寨就是一個皇朝 全部都是貪污 比起大陸腐敗很多 泰國的網友告訴我 他說柬埔寨比泰國落後30年 怎麼會有人相信柬埔寨會出高薪去請人呢 在泰國當然也是沒有啦 大家不要相信 泰國 整個東林亞很多人失業的 個個都沒有工作 哪裏有幾萬元的工資請來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全部都是欺騙人的 香港政府 香港人始終也是很矜貴的 除非你們說不是 香港人也是自命一條 反正你們不去東南亞被人 負責器官 你也可能會移民英國的 如果你還是一個政府 負責任的政府 整個 香港 澳門 台灣這些所有的政府 是要跟泰國 東南亞組成一個 跨部門的一個工作組 他一定要 整個 東盟要出手的啦 不可以說那個地方是叛軍控制 你直接派軍隊去 攻陷那些地方 去營救那些人質 如果那個地方不配合 你就要譴責 要派聯合國維和部隊去做事 這些是 基本上 販賣人口那麼大規模的 現在據說有8000人 在這個KK園區 其他地方不知道 最大的地方有8000人 這些是一個人道災難來的 那8000人可能被人 割腎去賣的 你也可以坐視不理 泰國政府要出兵啦 要派兵去攻陷 你將來怎麼做生意 沒有可能的啦 誰再相信你 誰再相信東南亞旅行團 沒有人再相信你們了 所以 現在他們 一定要想辦法 當然香港政府當然要有補救啦 不過 大陸政府 好像對於現時 不聞不聞 因為 可能他們有份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